Hello 大家好 今天就是6月1日 6月的开局 亦都是第8批通胀挂勾债券iBond 第一日开始正式接受认救 今天想和大家谈iBond 为什么呢 当然如果你已经进入非抽的话 听一下这条影片 看看会不会叫爸爸妈妈 姨妈姑姐 哥哥弟弟 姐姐妹妹一起去抽 如果你未抽的话 看完这条影片之后 或者可能会知道更多抽策略 抽多少手好 去哪里抽好 可能你都会略之一二的 先说什么是iBond 其实iBond就是一个为期三年的政府债券 每手入场费就一万元 每半年就会派息一次 分这个浮息和定息两种 但因为现在香港的通胀 都不是非常高的水平 所以我们这一刻都是看定息 就有这个保证息率两 但是现在因为随着通胀预期升温 其实未来的通胀越来越高的话 我们在iBond的回报 可能就不止两 再和大家看看去年的iBond 认救反应 有456,000人是入址认救的 如果你认救三手或者以下的话 其实是全部都能够获得分派 而当中有23万人是能够获派四手这么多 意味着什么呢? 因为今年其实那个发行规模是增大了 有150亿 如果市场反应认救是理想的话 那个规模更加可能去到200亿 如果规模大了 其实分货方面可能都会容易了 如果大家能够获发的比较多的股数 其实那个机会相应也是提升了 所以如果大家想着进去抽的话 当然我觉得全家总动员抽是一个非常可取的选择 如果大家抽的话 可以建议每个人都可能抽大约三手至十手 因为去年三手或以下都能够全数分派 对不对? 再和大家看看过往过去七批的iBond 那个表现如何? 其实从2011年开始 政府就发行了这个iBond 其实第一天的表现 其实都有大约3%到7%的升幅 如果今年这个iBond 都有3-4% 即第一天有3-4%的升幅 大家每一手的平均 其实那个账面都可以赚到大约3-400元 其实都很可观 对不对? 再看过去这堆i币的派息情况是怎样 如果我们看回其实由第一批到第六批的i币 其实都已经派了三年的息了 当然第一年发的是最好的 有1300多元的回报 但是因为现在定息有两厘 其实如果照这样计的话 每一年都会有200元的息可以落袋 如果你为期三年的话 三年加上也有600元的息 其实那个回报也不太差 为什么想跟大家分享首日表现 和过往的派息表现呢 其实都很视乎大家抽i币的策略是怎样 大家都知道今年 无论是人行也好,券商也好 很多很多不同的抽i币优惠给大家 又免这一样,又免那样 豁免很多手续费 个别一些的券商也提供一些新客户的优惠 可能是孖展式那里有些优惠 有些是什么? 送红酒的有,送汽飞的有 送港股的股份有,送美股的股份都有 可以说优惠就是五花百门 但是怎样去选择呢? 我觉得大家都要关注着 如果你今次抽i币,想着是拿足三年收完六次息的话 其实无论是银行抽也好,券商抽也好 其实分别都未必太大 那重点就可能究竟有哪些优惠是吸引到你了 就是以优惠先 但如果你说不是的,我想想着第一东西就放了 那这里可能大家真的要听一听了 因为其实在券商抽或者银行抽 这里可能都有一些差别 差别就是在于他们的卖价是会有差异的 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银行一般会将市民认救到的i币 就放在这个债券户口里面 如果你想直接卖出那个i币的话 其实就属于一个场外交易 那银行开出的卖价可能会不一样 但一般来说其实都会是比港交所报价为低的 但如果你是透过证券行去买i币 那其实它就会存在你们的证券户口里面的 那到时如果你真的想买的话 就可以直接在交易所就用市价去沽货 所以如果这一批的i币挂牌第一天 或者是短期内你是想着沽出的话 那可能在证券行抽的话 价会是好一点的 还有可能会是吸引一点的 但在券商抽其实都可能会有些不同的选择 如果你是想着在暗盘 因为其实i币也有暗盘的话 如果你想着在暗盘的期间想沽的话 其实现在在香港的券商 不是很多地方可以做到这个的暗盘交易 那可能你就要选择有暗盘交易的券商 就去抽这个i币了 讲到这里大家对于今次认救i币又多了些认识了 那大家也可以记下以下的重要日子 那6月1号就开始正式接受认救了 6月11号的下午2点就会截止认救的了 那6月24号呢 就会是正式挂牌上市 而6月21号呢 那也都会公布回今次的认救结果的 好了那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 下次还有些财经热话就再和大家聊过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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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